大家好,到此都是蒲公英 今天菜店蒲公英吃 蒲公英的椅子,干,及它的花朵都能吃 蒲公英被称为药草皇后 它是天然的抗生素 能清热解毒消肿散尖 可清活力尿消炎杀菌 清新口气 缓解燕盐、胃盐和肝盐 还可以直颗化糖养生润肺 解除口干舌道 此蒲公英可配毒养燃保健康 蒲公英看成春天最好的配毒养燃草 蒲公英的英文名字是Dandy Line 蒲公英刷鱼味 我在远处为你的幸福而祈祷 蒲公英这么好,还有些人不认识 蒲公英属于居科 在没有开花时 蒲公英,叶片,叶片的边编 有的叶片不裂开 有的叶片边缘有牙齿或刀向牙齿 但蒲公英没有镜根和枝条 只有花亭 有些植物很容易和蒲公英幻小 模样和蒲公英差不多 但是有镜根和翻枝 蒲公英开花时就很好认了 在领部顶端,叶从中央 抽出几个白色或红色的自立花亭 花亭圆桶形中空 标面多广滑 在花亭顶部幽头状花絮 蛇片长黄色 开花时间不确定 蒲公英的肝很土壮 表面褐色或黑色 有少许侧肝或者是毛肝 另外蒲公英的叶片 刷亭肝这段以后 都有白色入肢 可以辅助认识蒲公英 蒲公英的种子会长出绒毛 随风传播到各个地方 然后种子会重新生肝发芽 蒲公英成熟的种子没有朽棉期 气温大约在15度左右 大约三到四天的时间 蒲公英的种子就能发芽了 所以到处都是蒲公英 欢迎订阅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